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访台之际 传出了骇客入侵 包括了台铁还有便利商店 以及南投有正公所的看板都受害了 那么一早10点 台铁新左营车站的荧幕墙 就突然出现了老巫婆窜访台湾的字样 当时搭车的旅客不少 大家看到都吓了一跳 台铁人人发现之后就紧急通报 查出是外部厂商的网路被害 并不是台铁局内部 不过骇客似乎是全台湾乱窜 同样的文宣出现在了 这个南投竹山正公所所属的看板 连超商也传出被入侵 那么刑事局现在已经进入调查 园警脚步匆匆 紧张感升温 全英车站看板 遭骇客入侵 斗大的红字窜进一幕墙 下道来往旅客 他不是台湾婆 他是驿车 当然会担心 涉及国防问题 蛮夸张的 3号上午10点 台铁新左营车站的萤幕墙被害 简体字加上放送统一口号 台铁发现随机通报 查出是厂商外部网路遭入侵 过程中试图关闭 10点45分厂商抵达攀梯解决 画面虽也恢复 但以防万一决定切断电源 台铁内网没受影响 当骇客入侵 传递的资讯引来骚动 除了报警也不排除对厂商追究责任 骇客乱窜也贡献南投珠山政工所的电子砍板 好像整个IP被控制住了 就是先将整个电视墙先关闭掉 无处电子砍板被篡改 由于砍板软体来自中国厂商 是不是这样引来骇客必须追查 除了公家单位超商也沦陷 不明来源干扰讯号 挑在佩洛西访台之际 骇客来乱 目的性十足 三官单位也全报警弃凶 记者综合报导